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请大家低头莫倒预备心 请施琴续悦 祝琴续悦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以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阿们 有一位神 存于太初 他有权能创造宇宙 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 但 他却拥有 怜悯恩赐的心肠 用自己背定 十字架的牺牲 来拯救无悔 堕落的灵 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敞开心怀 欢呼赞美这位神 耶和华 他是我们称之为父亲的神 是宇宙万物 唯一的真神 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有一位神 有权能重则宇宙万物 也有魂魂双手安慰 有一位神 有权能重划一切罪恶 一创摆的天然的软弱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为一位神 有权能重则宇宙万物 鞭子宇宙万物 手上为灵魂 有一位神 高座在如的宝座 却死在世间挽救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灵魂也和我们 有权为勇敢 有恨的祭 是喜在将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灵魂也和我们 有权为勇敢 有恨的祭 是喜在将在永在的神 有权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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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 凡敬畏他 遵行他诫命的 他必领到你 赐你滋润的甘霖 永远的生命 和荣耐 和荣耀的欢眠 有权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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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永在的神 在永在的神 在永在此 有权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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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却说福祉快乐无悲 天头的荣耀陷在我心里 天时的线细有天降临 穿不住眼里想说着爱 这是我信息我的时刻 赞美我教主正月成功 这是我信息我的时刻 赞美我教主昭夜长河 温泉说福祉我是爱的 我在教主里喜来满心怀 时刻仰望着精神同态 赞美我教主正月成功 这是我信息我的时刻 赞美我教主正月成功 赞美我教主正月成功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明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在天的阿爸父神 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的师哥 是我们的山寨 我们的圣灵 我们要赞美你 你圣洁荣美 满有权柄 满有公义 慈爱而又怜悉 你配得一切的送债 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天属你 地也属你 地上所有一切受造之物 都应当向你匍匐敬拜 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再次得着那当得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 能够彰显在这个世上 感谢我们的恩主 在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 我们曾经都活在罪中 看不到自己的黑暗 如今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成了新造的人 我们曾经都是你的仇敌 如今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以与你重归于好 我们曾经都是那注定要灭亡的人 如今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可以在你的永恒里面有份 亲爱的恩主 感谢你 对我们不离不弃 罢不得 你的灵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你亲自来点燃着圣火 让我们甘愿摆上自己 天天向你献上全然的番祭 每天求主与我们同行 让你的圣火 在每一个爱你的子民的心中常常燃烧 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能力 去活出那你要我们活出的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阿爸父神啊 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要来敬拜你 求你今天早上来 悦纳我们弟兄姐妹赞美的歌声 愿你也来高我们今天的讲员 谢传道的口 让他的口成为你真理的管道 也让我们的信心再一次得到坚固 我们如此赞美感谢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有幸再一次请到 加拿大恩仆协会的谢章祥传道 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 他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 将心归我 我们首先朗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谢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在网络上 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 今年真是很特别的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天灾人祸 从一月份开始 如果我们还记得话 就有一架乌克兰的航空 飞到伊朗的时候 就被伊朗的导弹炸毁 一百多个人就上升了 其中有很多是加拿大人 接着下来的病毒 洪水火灾接连不断 当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我实在感受到那种的呼声 好像真言书一位父亲 对他的儿子在呼喊 他说我儿啊 要将你的心归我 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归给独一的神 因为我们整个人类 离开神越走越远了 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但我们借着罗马书12章1到2节 我们一同来思考 如何将我们的心归给这位独一 荣耀的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虽然在洪水患难 但是你却是在洪水患难当中 你做着为王 虽然我们弟兄姐妹 很多的人都因着这个病毒的影响 我们很多生活都受到的影响 但是主 你依然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 主我们巴不得借着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去思考去反省 使我们能够重整我们的脚步 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自己 因为你是配得的 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备钉在十字架上 你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盼望主你的爱能够感动我们 能够激励我们的心 能够归向你 能够为你而活 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 求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先一同的来读这段的经文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 请一同的打开 罗马书 罗马书的十二章 一到二节我们就 思想正两节的经文 我读给大家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寸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奋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纯和喜悦的旨意 那我相信这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这里面我们看见 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 很长的篇幅告了一个段落 但是他紧接的在十二章 一开始又开始的一个新的 一个书信的一个大的部分 通常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新约的书证里面 我们常常看见前面部分都是讲到的真理 讲到的生命 后面部分讲到我们怎么样的去实践 怎么样活出这个真理 我们应当怎么样体现在这个生活当中 那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这样子开始的 一直到十五章 当然总共是十六章 那这里面这两节我们读过 我们看见这里特别提到的三样事情 就三个这个动作 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这里讲到的第一样就是将身体献上 然后后面讲到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讲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你们如此事分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其中第一样的事情 第二样的事情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又是另外一个命令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然后第三个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后叫就是以致或者带出这样一个结果 或者一个目的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存存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 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这里面似乎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将我们的心归给神 将心归给独一的神 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很抽象的 或者只是一个口号 保罗在罗马书12章 一直到15章 我们看见的都是在讲到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有的生活 也就是在解释怎么样的把我们的心归给神一个具体的表现 那第一节第二节更是后面很多具体的教导的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那这里面我们思想 从这三方面来思想 如何将我们的心归给我们的神 那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这里讲到的就是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这个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命令 那是跟这个旧约这个献祭的语言和很密切的关系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对这个保罗来说 或者对这个基督徒 在罗马的基督徒 或者优太人来说 这个献祭 在旧约里面献祭 应当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 以色列民很早就用这个献祭 这是来表达对神的敬拜 这是神吩咐他们 从摩西那里就很清楚的 就开始的出埃及之后 有一系列献祭的这个规定 透过献祭对神的敬拜 也只能够透过这种献祭的方式 在另外一系里面讲到主要的五个祭 那我们人才能够真正的来 亲近神来敬拜神 最能够被涂抹 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最能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所以这里保罗说基督徒 对罗马的这个基督徒来说的话 他也说到这种语言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他说 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 我会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个身体当作活祭是怎么回事的 如果我们看见旧约的祭物 都是用这个牲畜 流啊羊啊这些的动物 杀了然后烧了作为祭物献给神的 但是这里面却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身体不是杀的烧的 乃是用身体献上好像献祭的那种方式 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表达我们应当要有的 如何将我们的心归给神 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的 这里讲到是活的祭物 活的祭物 祭物在旧约里面 那就是一个死的东西烧 死的然后拿去烧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却是一个活的祭物 那到底这个 这个献祭祭物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这里讲到的两个方面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给神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事实如归 我们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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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的或者这个殉道的 我们乃是活的 这个活的 这强调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整个的生活 我们整个的身体 身体的行为动作 所有的这个方面 都像这个献祭一样 完完全全的归给神 所以又是活的 既是死的又是活的 那我们这样子的人生 才是一个将我们的心 归给神的这样子的人生 所以这里讲到的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不容易的 那献祭我们看到动物杀了 然后烧了 那我们就要透过这种方式 来代表我们 就好像这个祭物献给神的 但是到了这个 我们新约基督徒 我们应当要献给神的 那是我们整个人的 其实旧约里面也强调这方面的 不仅仅只是这个动物的献上 但是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表达我们整个人 归给神 对神的敬拜 那这个活的纪录更是的 我们整个身体 包括我们身体 每一天的动作行为思想 我们活生生的将我们自己 往往存存的献给神 所以这里面其实讲到的 纯能的奉献 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呢 第一个方面 也就是基础 就是我们整个人的奉献 因为将身体献上 不仅仅就是我们殉道的 不是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 好像就是死了一样 而是包括身体 这里面身体 如果大家对罗马书熟悉的话 又回到了这个前面几章 特别是第六章 讲到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整个身体 我们是被罪所挟制 我们献给不义 献给罪恶的 但是透过这个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身体 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完完全全的归给神 所以第六章讲到 要在我们一举一动上面 我们一行一伪 我们都要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归给我们的神 所以这里讲到了 全人的奉献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奉献 我们说金钱的奉献 大家很熟悉的 我们可能说时间的奉献 我们可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我们奉献 某一方面的东西 我们的财单 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所强调的 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神 乃是我们整个人的奉献 完完全全 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相当困难 相当有挑战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样子做的时候 这里面才看出的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保罗来讲到 第一方面将我们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那是一个很困难 有挑战的 但却实实在在的 却是神所喜悦的 他说这是圣洁的 我们想做一个圣洁的人吗 圣洁不是说我们 好像我们来到教堂 才是圣洁的 或者说我们好像 但我们在很多人面前 我们表现出来 一个很属灵的 这个言谈举止 这是圣洁的 那当然这些可能是 但是这里确实讲到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将我们整个我们人献给神 我们生活 我们身体肢体 我们的动作行为 我们所思所想献给神 当作祭物 这才是圣洁 保罗继续说 这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要讨神喜悦吗 那这里讲到 将我们献上 当作活祭 那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这里讲到 你们如此事分 乃是你所淡然的 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这样子 我们将身体献上 原来这也是事分的 很多时候 我们中文的翻译 翻译成事分 用这个事情的事 但是这里面 确实讲到的 不是做事情才是事分 这里讲到的 我们什么事情都还没做 只是将我们 从我们心灵里面 将我们自己 存能的献给主 我们将我们的人生 将我们的生活 献给神 这也是事分的 而这才是整个 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基础 而这样子的事分 才是理所淡然的 也就是说 这是本来就应当如此的 那有人 有些翻译本 也看到理所淡然的事分 也带着这个 这个属灵的敬拜的这个意思 也可以翻译成属灵的敬拜 那所以这里面都在强调 这里面第一节讲到的 我们将心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 是很具体的 不是一个很抽象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身体的 我们所 这身体的部分 我们肢体的 这个动作 我们的这些的行为 我们怎么样的 献给神 才是当作活迹的 来是在我们的 我们身上的这些肢体 好像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的 我们透过这些肢体 我们是不是说该说的话的 我们说的还是 我们不信主之前所说的吗 我们手所做的 我们脚步所走的地方 我们心里所想的 眼睛所看的 这些都要献给神 所以这里面 就讲到了 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要走出去 就在家里面 就好像这几个月 我们在这个COVID-19的影响底下 我们可能 都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 但是我们身体 我们也可以当作活迹 献给神的 而这样子 才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你所担然的 那保罗在讲到第一个方面的时候 他没有仅仅只是说 命令 你们要这样子奉献 因为所有人都要这样子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 当然保罗很多时候 讲到他自己的见证 讲到他自己是这样子的 奉献给主 但是这里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在讲到 将身体线上 这个重点的时候 在这句重点的 周围 环绕了许多的词语 来补助这个主要的 这个要求 将身体线上 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 你看 已经有的 我们看到了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分 你所担然 这四个方面 都愿来衬托 愿来帮助我们理解 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迹 是什么意思 那不仅这样子 其实保罗在一开始 他不是说命令 你们要这样子做 有一个很严苛的要求 我们看他怎么说 首先他讲到 所以 所以弟兄们 为神的慈悲 就顺你们 然后才说将身体线上 所以我们再看 所以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从上面 连接下来 这是跟上面的部分 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曾经在 你们中间有分享过 前面的33节 到36节 就是11章 保罗的颂葬 保罗对神的颂葬 神是这样子的荣耀伟大 充满智慧 充满知识的神 谁知道主的心 谁是做过他的谋事 然后保罗接下来 所以我们应当这样子做 乃是基于这位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所担忧的一个回应 不但如此 我更是相信 这个所以是可以追溯到 第一章 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11章的末了 讲到了一个在神愤怒底下的罪人 我们如何门着神的恩典 就是神愿他的爱子 做了赎罪祭 挽回祭 为我们当作祭物献给父神 以致我们罪才能够得以赦免 我们愿意回转 信靠耶稣基督就得到原生 所以我们看见了第八章 讲到神的爱是如此的丰富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神对我们的爱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 那到了这个12章 一开始才带出这个所以 所以我们都应当这样子的带出下面的这个回应 不仅这个12章这里第二节 更是一直到15章 那所有的在生活方面的这个 我们应当如何的才是正确的活在神的这个心意底下 所以那这一切的要求将身体献上我们存人的奉献是很难的 很有挑战的 是不是仅仅只是对某些人来说的 是对传道人来说的吗 只是对保罗还有保罗的同工来说吗 不是的 这里讲到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那可能姐妹说不是对姐妹来说的 其实这里讲到弟兄们的时候 也包括姐妹们 是包括弟兄姐妹们 是讲到所有在罗马的一切真正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弟兄姐妹 是基督徒 所以对今天我们来说是包括所有的基督徒 那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存人的奉献 我们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这才是圣洁的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读这一节的话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只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 不仅仅是说相信耶稣 我是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个劝劝你们是以这个很温和的 这个又很严肃的 又是很迫切的那种的 以同辈的这个关系 不是以他这个使徒的这个职份 他当然可以这样子命令的 但是他更乐意的以自己一个弟兄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来劝勉 来劝告 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慈悲 他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 他可以说我以神的大能处你们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因为神是大能 你们不将身体献上 神的大能显现你们就吃亏了 他也不是说神的以神的这个智慧寸你们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你们不将身体献上 你们是没有智慧的 这个是很吃亏的 他不是以神的其他方面来寸告 特别提到神的慈悲 为什么 当我们如果去读一到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慈悲 是神对一个罪人的这种的接纳跟包容 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不是一个吃亏 将身体献上不是我们好像给神面子 而是完完全全是基于神的怜悯 神的慈悲 我们要这样子去做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第一方面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计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神在呼吁我们 要将我们的心归给他的第一方面 来是我们整个人的风险 我们愿意这样子做 当我们去思想一些见证的时候 盼望这些见证的人 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吉利 这是在这个十九世纪的 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在宣教史上面的一个人物 这是他叫威廉·波顿 威廉·波顿呢 他是在芝加哥的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 那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是百万富翁的 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 父母给他一张这个环游世界的机票 他去世界去增长见识 结果他去了这个亚洲 去了这个中东 去了这个欧洲 看到许多人活在这个困苦当中 所以他的心很受这个感动 神感动他要做一个宣教士 那是他十六岁的时候 结果他的一些的同学 就是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宣教士 去一个这样子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 但是他在自己的圣经后面就写下了 第一句话来提醒自己 No reserves 意思就是说没有保留 毫无保留 到他这个读完大学的时候 他在耶路大学毕业 很多的这个好的职位在等着他 家族的事业也在等着他去承接 但是神的灵还是感动他 所以他很快的就决定去读神学 去普林斯顿读神学 读完神学 他就决定去这个 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他要去向中国的这个 穆斯林传福音 在这个思想到前途满满 很困难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在他自己的圣经后面 又写下了另外一句话 No retreat 就是毫不退缩 毫不退缩 当他踏上这个去中国的这个旅程的时候 他先去埃及 先去埃及 他要去那里去学习阿拉伯语言 因为他要跟穆斯林传福音 要去学阿拉伯语言 结果去埃及不久 他就难上了这个疾病 脊椎膜炎 结果他很快的就去世了 年纪仅仅才25岁 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回美国的时候 震动了整个美国的社会 基本上各大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 一个这么年轻富有的 一个有才干的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 在去异国他乡的路上 他就失去了生命 有一些报纸就说值得吗 值得吗 有些报纸说到 他不仅献上他的财富 他更是献上他的生命 他后来在他的圣经后面 找到了第三句话 就是没有遗憾 毫不后悔 No regrets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纯人的奉献 这是一个将心归主的人 他是这样子的 他怎么样的将自己摆在神的手中 愿意的来接受神对他的呼召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 我们都像他这样子要去做宣教师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 都有我们的一生 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讲到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愿意的溢下这个心智 虽然面对这么多的 今年这么多的挑战困难 我们依然的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再一次的跟神说 主啊我愿意 我愿意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迹 我们看到不仅如指第二个方面 我们还看到了紧接的保罗就讲到了 第二节就讲到了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讲到了我们将心归主 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所要做的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效法就是模仿 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一样去学习它 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世界 那这里面我们要思考的 那这三个问题 什么是世界呢 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一定要跟其他人生活 我们就要跟他们要隔离的 他们所做的我们也不能够做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 不要效法世界呢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了 相信这三个问题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在世界的其实在这个罗马书也好 在其他的这个书信里面都讲到了 世界同一个希腊文 其实它含着至少三个不同的意思 一个就是物质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他是中性的 是物质的这些东西的 包括大地啊 宇宙啊 花草树木啊 那就这里讲到世界 另外一个意思呢 是讲到的这个 世人就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的 这个人 有的时候也用这个世界来表达 第三个方面 我相信这里讲的是 第三个方面 讲到世界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是跟神敌对的 是那些堕落的 邪情私欲的分俗习惯 潮流在这个世上所形成的一种的 一个强大的无形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 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与神敌对的 这样子的一种的生活潮流 一种的生活方式 一种的影响力 在约翰一书 其实就讲到的这方面 约翰叫弟兄姐妹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花草树木啊 不是的 他说肉体的情欲 是讲到的这些邪情私欲 人的罪性 堕落本性所带来的 不属于神的 与神敌对的这些方面 严慕了情欲 今生的骄傲 所以我们看到 这才是世界 不是重复来的 而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这是世界 那不要效法世界 就是我们不要效法 这些的邪恶的 败坏的东西的 雅各苏愿这个世俗 他说你们在淫乱的人 岂不是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世界为有 而这里讲的就是世俗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世俗 你这个人很世俗 很熟悉 那我们就看到了 这是一种的就是 这里不仅讲到跟一些 基本的道德行为不对称的 更是讲到跟神的这个标准 不匹配的 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 与神为敌 那我们看见 主耶稣也讲到了这个世界 讲到了虽然我们这些人 都活在世上 但是我们是被主所拯救的人 我们曾经是活在世上 也属于这整个这个堕落的系统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之架 担当我们的罪 他代替我们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世界当中 就拔出来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在这里几处的经文 就让我们看到 不要效法世界 讲到了这个世界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讲到了为什么我们不要效法 因为这个世界带着没有神 敌对神的 我们看见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面 我们世界所强调的就是自我 强调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享受 单单从这个病毒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世人所强调的就是 我们自我 我不管怎么样 我自我 我要满足 我要自由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的 这个推到的极限 完全地高取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 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我们看见 当人的心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就把这个危害带到了世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强调的 就是钱财 民欲强调的享受都是第一的 不管这个神不神的事情 又看不见 我们享受吃喝玩乐 这是最重要的 甚至有些人好一点的 我们只是为我们今生的生活 我们也所做的一切 就完完全全的没有神这个概念 那这些的就是完全的是 随着自己的感觉 甚至是一些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 那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 当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潮流 就是叫世界的潮流 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潮流 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看到追踪这个时善的东西 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存敬畏神的心 我们很快的就被这个世界连去了 甚至世界的东西也带到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也用世俗的管理方式 甚至我们所强调的 也是世界上面所强调的 我们的能力 而不是强调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主耶稣讲到的就是 他在地上活出这个 一个真正完全能的版样 所以罗马书后面也讲到的 不要效法世界 反而要效法耶稣基督 十五章讲到要效法耶稣基督 那前面第八章也讲到 神救赎的恩典 二十九节三十节 来是带领我们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到的 其实第八章讲到的一个秘诀 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 但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我们旧的生命还在的 所以我们需要靠着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去治死身体的恶行 那我们就能够胜过 所以这里第八章十二节讲到 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所以这里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 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做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来是不断进行的事情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什么叫将心归主 将心归主来是不要效法世界 但是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很具体的将我们身体献上 在我们身体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献给主 我们跟世界有别 不但这样子 这里讲到第三个方面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这里原文讲到的心意就是我们思想 我们要变化 怎么个变化呢 透过我们的思想更新而达到变化 基督徒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这样子的人生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生命 弟兄姐妹的这个 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几年下来有没有变化 有些人讲到我们有些基督徒 我们是五十年不变的 甚至一辈子不变的 那是不是正常的呢 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不断的有变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这个天路历程 我们看到了我们跟主亲近 我们不断的被主所改变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讲到的 保罗用一个照镜子来比喻 我们不断的变成主的形状 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不断的被主所改变 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基督徒的这个天路历程 我们每一天都要有改变 透过研读圣经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圣灵不断的更新我们 透过生活的一些的历练 使我们带到神的这个心意里面 所以罗马书讲到的后面 讲到正是我们做一个不断要改变的人 我们从第一刻开始 我们造成的新造的人 第一刻信主耶稣开始 但是一天我们要不断新的一天 而且越来越像主 这是讲到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 一个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的改变 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断不断的去更新 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跟现在有没有不同的 我不断的去回想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我们甚至我们看到去年跟今年有什么不同 去年我们根本想不到 世界还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今年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 在我们这个现代有什么样的教导的 对我个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这一切都是需要更新的 我们基督主的生命是一个不断不断改变的这个生命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带出这个第二节的后面 才能够带出这个结果 怎么样呢 或者带出这个目的 叫你们 以致你们可以查验 查验就好像我们吃东西 我们尝到的味道一样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纯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很想明白神的旨意 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想在凡事上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如果我们不将身体线上 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跟世界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不更新而变化 仍然是旧的生命 旧的生活方式 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讲到 只有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带到一个结果 叫你们可以去尝一尝 可以去查验 什么是神的善良 就是好的 纯纯是完全的 非常让我们心灵得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纯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将我们的心归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将我们的心归神 乃是将我们的身体线上 叫我们的生活跟世界有分别 而且我们要 我们透过神的话语 不断更新我们的心事一点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但是信了主之后 十字架的恩典带领我们 我们开始学习 耶稣基督喜悦的是什么 我们开始去查验 到底我所做的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那这样子我们不断地被改变 以致我们才能够将心归给神 好像真言书所说的 二十三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里所讲的 讲到 智慧的人在呼喊 好像对自己的儿子在呼喊 我儿啊 要将你的心归我 将心归我 我相信这两节的经文 也是神借着使徒保罗 向我们的心来呼喊 要将我们的心归给他 因为这个世界 离开神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的 当我们今年在过去的几个月 我们面对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 看到生命是这么短暂的时候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一切 我们看到连最伟大的 这个最强大的国家 经济最发达的 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面对这一切 人的灾难 罪恶的事情的时候 都无人为力 那这一切是不是 都是在提醒我们 要将我们的心归给我们的神的 我们看见 在去中国一百年前 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的见证 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见证 他们是怎样的将他们的心归给神 都给我们有很多的震撼 那在一百多年前 有许多英国的 还有其他国家的 那很年轻的这些的弟兄姐妹 都是二十多岁的 那这个小猎姐妹的 殉道的时候是三十岁 他就是来到我们中国 在这个山西殉道 在这个他的要殉道的时候 他留下的这一段话 他说亲爱的妈妈 无论你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 请不要担心 那他的家庭 那实在在看到一个年轻的 又不懂得这个中文的 这样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传福音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 他说以世俗的眼光看 来这里不过一年 刚学会中文就嘎喃而止 是不是很浪费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 William Borden 波顿是不是这个生命很浪费的 这么年轻就失去了生命 许多人会说 为什么他要去的 要去中国的 是不是浪费生命的 他说不是的 要信靠神 他绝不误释 他的作为纯然美好 按圣经的应许 主必解救他的仆人 脱离二人的手 然而这解救 可能是通过死亡来进行 他亲手迎接的 不再是那必朽坏的具体 而是那不朽的荣耀的灵 我们能遭与主一同受苦 为耶稣的缘故 能受肉体的痛苦 但是死亡不过是生命之门 我们将目睹他的耻辱 亲爱的妈妈 我将在比方等候你 唯有神能安慰我的亲朋好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的时候 这是一个将心归给主的人 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 在我们前面的许多的前辈 树林的前辈 他们也是这样子走过人生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一同来思考 将我们的心归给我们神的时候 我们一同的 愿意的再一次的 在神面前 我们敬拜他 我们更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愿意的跟神说 主啊 我要将我的心归给你 我要将我的身体 献上当作火箭 我要跟世界有分别 给我力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以致我们在神里面 亲近神 学习神的话语 圣灵来不断更新我们 我们做一个属灵生命 不断不断有改变的 这样子的基督徒 盼望神赐福我们每位 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依然的可以重新得力 靠着神的恩典 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相信他 我们等候他 我们更是珍惜这样子的时光 我们来归下他 来过一个将心归给神的 这样子的生活 我们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 主你赐下的话语 实在看见我们 我们的 这个离开 你的话语的这个距离 很远 主我们盼望 你的恩典来复辟我们 那我们不仅仅 我们仅仅是得救 那我们不仅仅只是 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最得赦免 我们乃是有这个 分胜的生命 因为你应许 你不仅要赐给我们生命 乃是赐给我们 更加分胜的生命 亲爱的主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为世界所发生的 许许多的事情 求你的怜悯 求你的怜悯 也临到中国 临到加拿大 临到世界各地 许多受灾难影响的人 更是提醒我们 求主的灵 不断地带领我们 以你的方式 让我们的心 可以归向 那独一永恒 充满爱的神 主啊 求祢是恩 祭奠我们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谢谢谢传道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篇宝贵的信息 好 我们下面 首先代表教会 欢迎今天 第一次来到 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我们欢迎你 以后常常 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下面参考今天的次序单 次序单都刊登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 请看最新消息 那我们特别提一点就是 今年的这个10月31号 我们照常要举办 Hallelujah night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我们要改在户外 时间是下午4点到5点 所以我们家里有6年级以下的孩子的父母 我们可以到教会的网站最新消息下面 可以来报名 报名的截止 日期是10月11号 那么另外 我们教会的主日学 这个本周照常进行 今天晚上有两门课 就是信仰岩头班和这个纪要 这个尾声 那么礼拜二还有 继续有细读马拉基书和这个亲密之旅的课程 请大家安排时间 一起来参加 好 我们下面请大家在原地起立 我们请毛传道为我们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K 大家请坐 我们默导散会 我们默导散播剧场——Y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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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